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请大家在祷告里面纪念三一层学院怎么面向新的时代的挑战 另外一样想感谢的是桂坛就是基督雅一堂常常让三一层学院的学生来这边做实地教育 让他们成长 非常感激 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二到二十五节 我们的一般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这段经文是十二到二十五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十二到十七节 十八到二十二节 二十三到二十五节 很多人关注的是中间的十八到二十二节 这边是主耶稣呼召了两对渔夫的兄弟彼得跟安德烈 安德烈 雅各跟约翰 这说在亚说来 呼召他们成为德人的渔夫 他们就撇下了一切 跟随主耶稣做门徒 其中的十九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我们请陈家说 在我中学的时代 我参加了不少的个人步道的训练 都常常用这个经文 那个时候我们常常说 德人渔夫就是等于传福音领人归主 我想今天我们谈德人渔夫 这个想法还是在的 这是传福音领人归主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关于耶稣呼召四个渔夫做门徒 不单马太记载 马可跟路加都有记载 每一本福音书都用不同的角度来谈 同样的一件事 可能马可福音大概是这个角度 德人渔夫等于传天国的福音 等于领人归主 但是马太是不是也同样的角度呢 我们做个祷告 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讲章 亲爱的天父 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听到上帝 也要跟我们通过马太福音所说的话 让我们通过马太福音 让我们听到你所说的 让我们的心打开 我们不但明白 而且我们懂得怎么去回应 让经文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生活的表达 让经文的信息也成为我们生活的表达 我们都在这里 求你让我们这样的等待你的话语 奉耶稣名祷告 阿们 刚才我提到 马太马可都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 都讲到马太马太和马太是公告相关的歌书 而且马太和马可都是说 在耶稣的先锋 施子约翰被抓之后 耶稣开始传福音 对了 这所才是公告 这十岁一旦就是先后 等于比较一整 这个歌书也开始 在马可 耶稣是立刻 在施子约翰被抓之后 耶稣就立刻传福音 马可还没有公告 但是在马太福音 耶稣没有马上传福音 在四章的十二十三节 今天的经文的一开始 这边说 耶稣听见的约翰下了肩 就退到加利利去 后来离开了拿撒勒 往加摆隆去 住在那里 那个地方靠海 在西伯伦和拿伯塔利的地区 这个经文有一点奇怪 我们的印象是 耶稣通常都是居无定所 到处去传道 但是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 曾经说 耶稣在短时间 住在一个地方 这边说 他住在加摆隆 住在那里 住了多久 我们不知道 重点不是住了多久 重点是 住在一个地方 一段时间 这边其实 马太提醒我们 他是从一个地方 搬去另外一个地方 首先从拿撒勒 他成长的地方 搬去的加摆隆 两个地方有什么分别 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分别呢 这边说 加摆隆是靠海 就是加利利海 它是属于一个地区 叫做西布伦跟拿伯塔利的地区 马太花了很多时间 用了整节经文解释 加摆隆这个地方的特点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马太要提供 要凸显这个独家的资料 在十五十六节 马太继续解释 他用了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解释 他用以赛亚先知的话来解释 我们请陈伦 他说西布伦 拿伯塔利 沿海这个罗 若丹河的当兵 瓦帮人的家里里 这些这些奥安 哪些被人看得大庚 这些吸引对的人 有庚救遥因 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这句我听得懂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我做补充 这边其实提到四个地点 跟上一节一样 提到了西布伦 也提到了拿伯塔利 提到了西布伦 提到了加利利 提到了海边 叫远海的路 这四个项目 或者四个地方 都在上一节 耶稣的搬迁里面 提到了 这四个所在 就是独家丁集里面 马太所说的所在有提到的 现在我们开始 懂多一点点 马太的想法 所以这些 很近我们了解 马太的循环是什么呢 马太师父看到一件事 是在耶稣搬家的行动 从个山区拿撒勒 跟外面隔开 搬去加摆龙的意义 不是因为耶稣本身 喜欢住在海边 是因为耶稣的行动 搬去加摆龙 是表达了 上帝对人的龙情厚义 拿撒勒是在山区的小镇 跟外面隔开 比较跟很少人接触 你需要特地去到拿撒勒 才找到那个地方 但是加摆龙是加利利省里面 最大的城市 差不多整万人 在当时的估计 而且它是在加利利的西海岸 所以东边的那些外邦人 常常会经过加摆龙 来到加摆龙 所以这些是加利利海 这些是西海岸 加利利省本身也是算是比较基层草根的 相对于南部的耶路撒冷 它的文化水平可能比较低 所以比较难博 有了三人的家人 在加利利的所在是比较听得太多的人 耶稣听到四子约翰被抓 他就决定搬到加摆龙 这个就是耶稣特地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引导 我们请陈教授继续读多一次 我们用紫色来表达 我们特别聚焦的其中七个字 外邦人的加利利 我用紫色来表达 你用姿色来代表加利利 有点像我作为华人 我从香港来 来到新加坡住 我发现在我的生活的旁边 有很多非华人住在我旁边 其实我对香港来到新加坡的所在 就看到很多非华人 就乘在我所乘的地区的所在 在香港我是百分之九十多都是华人 但是是新加坡 在我那一层我是住在十五楼 我旁边那一家都是印度人 所以我在香港时尽 差不多九十五八仙都是华人 来到新加坡我所乘 是七十三的所在 居表就是在印度人 楼下有一个马来人常常跟我打招呼 我去感受到不同族群生活的那种感 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耶稣也搬去了加利利加百龙 他接触了其他的外邦人 但是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引用的 先知的话里面 还出现了两个词 一个词叫做黑暗里的百姓 一个词是坐在死因之地的人 你懂什么是住在黑暗里吗 那种没有光的那个世界 我曾经 我也是在上一谈华语里面提到 我曾经跟一个弟兄 去到乌南的一个家庭 我从华国前面有提到 我曾经在乌南的这个所在这个基点 好多好多年前的事 这个经济水你也进行 他的女儿来到我的教会 说你能不能够来看我妈妈 我去了那个家庭 第一个感觉就是 她打开电梯的时候 她在电梯的第一户 我会记得当我去旅客 去电梯出来的时候 是门可以出来 头一间房子的时候 就能够去的 那个女儿的妈妈 知道我们来探房 但是我们去到那边 整个屋子 所有的窗口都关起来 所有的窗链都盖起来 而且是很深色的窗链 感觉上她是 不要所有的邻居经过的时候 看到里面 所以她把所有的窗链都关起来 我们按了链之后 不久有一个女子 有一个中年女子打开门 确定是对的人越好的人 她开门给我们进去 原来她的丈夫 在他们从香港移民之后 她丈夫突然去世 她有些四个孩子都很小 她活在各种可怕当中 不懂周围的是什么人 她的女子走路的脚不方便 我们进去坐的时候 我去探房陪我去的那个弟兄 我们两个都坐在 好像坐在一个很黑暗的世界里 真的是具体的黑暗 不是想象的黑暗 因为在那边我们看到了孤单 看到了害怕 这个女子后来过了半年多 她信了耶稣 我们再去她的家 突然发现她的窗链打开了 黑暗里面的百姓 坐在死因当中的人 过着各种的恐惧 跟生不如死的生活 不但是孤独害怕 而且觉得没有明天 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点点感觉 马太为什么因为耶稣搬去加摆龙 他非常的感动 他的先锋是指约翰被抓了 但是耶稣没有逃避人群 他反而觉得是时候了 他离开了山区里面 躲在山区里面的拿撒勒 去到人群加摆龙里面 人来人往的地方的生活 他要近距离地住在人与人的生活当中 他要亲自地感受到周围的人 怎样为生活烦恼 怎样为柴米油盐来烦恼过日子 他不是活在高高在上的 那位上帝的儿子 他是在离我生活当中 而且加摆龙很多外邦人没经过 他看到种族之间的那种紧张的关系 那种种族之间的仇恨 你跟我我们作为人 各种的黑暗 各种挣扎 各种痛苦 他用近距离的眼睛 亲自地看到 感受到 所以这些灵魂中间 有这种精湛 有这种黑暗的状态 耶稣纸别 在我们的中间 这就是我们跟随着主耶稣 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主耶稣 是在你我当中 一起跟我们生活 跟我们打拼 跟我们一起挣扎的主耶稣 我们的痛苦他懂 因为他一起跟我们生活 耶稣这个搬家的行动 简单的搬家行动 令到马太非常兴奋 他看到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 应验了 所以要说 这个简单搬出的这个故事 对马太来说 是真的幸福的这个消息 因为看到 以赛亚的这个五言应验了 我们请陈教授 再读这个经文一次 我们再看这边 接着来说 其实人在我们内心里面作为人 我们都有各种的复杂的情绪 有时候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但是里面有眼泪 更有血汗 更挣扎 更痛苦 更仇恨 更遗憾 你懂吗 我懂吗 人的悲欢离合 人的恩怨情仇 因为他看到了 我不懂怎么去解释我的感受 马太非常兴奋 他看到耶稣是近距离 跟我们生活的耶稣 我记得我说 今天早上去华语崇拜见 我坐巴士来的 我在路上去 重新想一想 我准备讲得到 要重温一次 在重温的时候 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在我的三医生学院的办公室发生的 那天我发现 其实人的心里面很多眼泪 是多到我想象不到的 那一天是好多年前 我看了十年前 因为那个学生是十年前左右认识 有一天 这个学生来到我的房间 来跟我谈话 我都忘记谈什么了 因为所有其他的谈话都不重要 我只是很礼貌的讲了一句 你最近好吗 没有想过有什么期待 但是他突然之间 把他的外套盖住他的头 然后他就开始哭 大哭 那个问题 你最近哈马好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他的水龙头 他在哭 哭到一段时间 我愣在那边 我不懂怎么办 我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 问说你没有最均衡 没有最清楚的所思 将这个最转头 开了最了 大多的最干了白色 老口的鬼神故 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 忍不住冲出来的眼泪 哭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也觉得不好意思 我记得他拿我的纸巾 那个衣服是这样盖住 他拿我的纸巾在里面擦的 然后哭了一段时间 终于停下来 然后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改天再谈 就走了 但是留给我的印象是 魏达和魏达我是我的名字 魏达你看到人的心 多么多痛苦 不要只是看表面 你好我好 我们这边 有没有一百人 一百多人 我们有多少的眼泪 在我们心里 多少心里面一些 我们很痛苦的记忆 很想不提起来 或者提起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旁边的人 也没有时间 也没有忍耐去听 听可能也听不懂 最后可能只是 把我们的秘密 告诉其他人 但是他没有去同情我们 最后可能 他没有同情 我们都在讲你的事情 说去说话 把人听 所以最好在晚上的时候 在梦里面 我们才去接触 我们的眼泪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就是人世间 各种的痛苦 在黑暗里面的痛苦 在死境当中的痛苦 在夜中间的痛苦 在死音里面的痛苦 耶稣住在加巴龙的岁月 他看到了 他开始觉得 他一个人不够 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 从这个角度 我们回到刚才 我们认识的经文 这是中文的 中间的那一段 18到22节 在住在加巴龙 一段时间的耶稣 有一天 他沿着加利利海边 行走 他看到了两兄弟 他生活在加利利 他需要找 同样在加利利的人 一起跟他 来面对 需要很多帮助的人群 他先后遇到 四个渔夫 两对宗帝 他跟他们说 我们熟悉的话 生活在加利利 加巴龙 一段时间的耶稣 他知道 他需要一个团队 来跟他一起分担 各种人的痛苦 他需要的是一种 很特别的门徒 我们叫做得人渔夫 他们重庆之后 他们的目光 不要再注意自己的需要 要注意周围的人 他们要得的是人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经文 我说 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 转移 从自己的渔船 从自己的事业 从自己的人生的梦想 把他离开 然后跟随耶稣 跟随耶稣进入人群里面 看到吗 看到吗 彼得跟安德烈 安德烈他们撇下了 他们的渔夫的职业 他们从此要让耶稣 来规划他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离开 这些脑子的这些 要和耶稣来规划 他们的这个人生 我们看到吗 雅各跟约翰跟家安告别 从今之后 他们以四海为家 跟着主耶稣 经文的重点不是说 我们要六亲不认 或者是你立刻回家 不要把你的职业辞掉 不是这个重点 这些所在重点不是说 六亲不认 你能够离开 这些职业 而是把一种心态转移 从今之后 以主耶稣的心为心 以主耶稣的眼光来触发 以主耶稣所爱的 成为我所爱的 所以就是 这重点就是 讲到 中耶稣的心 中的心 中耶稣所关心的 中耶稣所关心的 中耶稣所爱的 中耶稣所爱的 我们终于来到 今天经文的第三部分 23到25节 这四个渔夫 成为耶稣门徒 跟着耶稣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们不止 他们四个人 跟着耶稣 有一大群 不苏之客 同样的来跟着耶稣 那个字有点小 可以读吗 读得到 这变数人都大来 跟耶稣所爱的 在他们 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的人 对自己 在地下巴尼 也落沙令 尤丹 要担好的党兵 来棍在他 门徒发现 没有 不止他们四个人而已 还有一大群人 那些各式各样 病人有需要的人 这四个渔夫 在这时候发现到 不是只有四个人而已 或有很多人的人 无想法发病的人 在他们的中间 跟随耶稣 原来是 跟随耶稣 活在很多 有需要的人群当中 这些人突然之间 四方方面 涌到耶稣面前 也涌到门徒面前 他们亲眼看到了 他们亲手摸到了 他们甚至用鼻孔 鼻子可以闻到 因为有一些病人的病 病人的病 身体也发臭了 这些人带着各种痛苦的眼泪 来到耶稣面前 这些人带着各种痛苦的眼泪 这些人带着各种痛苦的眼泪 这些人带着各种痛苦的草味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 要来得到医地 我做的传道人 其实是1984年 到现在 差不多40年 我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 我不知道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 我不知道人世间 那么多眼泪的 做了40年的传职 我最深的感受是一种荣幸 我因为觉得要蒙着 事奉上帝 结果有机会 跟很多有需要的人 痛苦的人 分享他们的眼泪 跟他们心中的痛苦 跟随耶稣从来都不是浪漫的 跟随耶稣等于进入人群 这四个门徒 看到耶稣来者不拒 他们也要学跟耶稣一样 来者不拒 他们发现耶稣 永远有新的人来 他都认劳认愿地来服侍 他们也要学习 认劳认愿的 全力以赴的去 年明跟服侍 耶稣这样说 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们 得人与得语一样 讲到来都尾声 这一个熟悉的呼召的语言 对你今天的感受是怎么样 你听到主耶稣 从加利利的海边 向你发出的呼召吗 当然包括了传福音跟领人归族 当然包括传福音跟领人归族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进入人群 去怀抱他们 让福音变得真实 那个福音真的能够怀抱 人方方面面的需要的福音 因为因为周围的人 敏感他们的需要 做多一点事 怀抱他们 验纳他们 我在华语从卖做了一个简单的邀请 教请所有的会众 如果你身体可以的话站起来 可以站起来吗 如果身体允许的话你可以站起来 然后没办法站起来 不要紧 你说什么 可以 如果困难就不用紧 就坐坐坐 OKOK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不是站起来跟人家打招呼 我叫你站起来 不是每个人 走一来 不需要跟随 你在那边跟 不要不要坐 不要不要坐 你向某一个方向转 不要看台上 左边右边后边都可以 但是就不要看台上 你看到其他人 看你周围的人 不用跟他拍酒 不要打招呼 只是看着他们 看着其他人 有一些你认识的 有一些你不认识的 有一些你知道他们的痛苦故事 有一些你对他们是完全空白 可能 不要打招呼 不要谈话 你去想 他有什么需要 这个每个礼拜 跟我一起崇拜的人 他心里面有什么挣扎 你不需要去打听 但是你需要去感受 如果上帝慢慢告诉你 某一些他的需要 你需要为他带导 坐在黑暗里面的人 在死因里面的人 我们不应该成为陌生人 我们坐下来 然后耶稣说 来跟随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 如得与一样 每天一小步去关心人 每天用多一点点时间 去聆听其他人 每天的祷告 多五分钟 是为了另外一个人 来跟随我 我要教你们得人 于得人 我们祷告 上帝道讲完了 愿你的道 在我们的新田里面 化成了花果 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这个世界多一点光 多一点爱 让我们这个世界 更加一段的疼 让我们成为得人的余福 来回应加利利海边的护照 福耶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阿们